所谓人红是非多 这句话在自博现象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座清泉城之地为游客打造成现真诚的旅游环境 让国人感受到久违的人间烟火气的城市 却因为一两件偶发事件的无限放大 遭受到很多网友的质疑 烧烤吃出刀片引发争议的余波还未散尽 五一期间一则倒是吃烧烤被拦的新闻又登上热搜 再次引发部分网友质疑 这起事件让我看到了一些网友的愚蠢和不知好赖 为何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舆论 不仅伤害的是资博人民的努力 更是自己未来的切身利益 首先咱们来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视频中一名身着道夫的男子被执勤民警拦住 称领导规定 这样的打扮不允许进入烧烤城 如果要进可以去附近的洗手间换身衣服再进 此时道夫男子不乐意了 一再质问是哪个领导规定的 双方僵持之际 与道夫男子随行的三名中年女子也过来试图解围 其中一名女子反复强调 她穿的是中国传统的道服 不是日本的和服 而且她是自己专门从道观请下山来逛一下的 又不是网红 也不搞直播 希望执勤民警能够放行 事件发酵后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我翻看了一下评论 质疑生大过之前的烧烤吃出刀片事件 而且这次质疑的网友似乎还有理有据 我拿两条高赞评论举例 一条说 估计把他当日本武士服烂下了 另一条则说 本土文化被差别对待 穿韩服 和服没人管 很显然 这两位网友是被视频中的中年女子带到沟里去了 所以才得出此结论 这也说明这女的经验很老道 话术很有煽动性 而很多网友偏偏就吃这套 割韭菜就割这样容易上头的 为何这么说 这名中年女子上来就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占据道德制高点 激起围观群众的情绪 影响执勤民警的判断 企图蒙混过关 根据道夫男子的发型和着装 怎么看都与和服不沾边 执勤民警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既然与和服不沾边 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本土文化被区别对待 所以 我都搞不懂有些网友在义愤填膺个什么劲 当然 评论区还是有明白人 执勤民警之所以拦住他 是在避免游客被骗的情况发生 自博烧烤 之所以火爆 就是让大家感受到了久违的真诚与诚信 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有网友也会说了 你怎么断定人家就是骗子 咱别看发型 看着装就知道这个所谓的道士一眼假 道袍根本就没有这么鲜亮的颜色 再来看其他细节 与道夫男子同行的另一名中年女子还说道 他从小五岁就穿这身衣服 然而道贯收弟子是从七岁开始 而且真道士是有证件的 而这名道夫男子并未出事 可见他没有道士证 然后咱们再来看他手上拿的什么 一袋红色的东西 对此 这位网友一针见血 他就是个骗子 卖红绳紧囊手串之类的 再结合与他随行的三名中年女子 一个道士领着仨中年妇女 女的说话还很有煽动性 所以他们是干嘛的还用说吗 很显然就是一个骗子三个托 虽然说按照一罪从无的原则 执勤民警不能把对他的嫌疑作为执法依据而拦住他 但民警也是在执行领导的规定 领导之所以下次规定 必然是之前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就比如你头戴丝袜去银行 保安也指定拦住你 这叫防患于未然 所以我认为执勤民警这样的处理没问题 咱们有些网友就是不识好赖 一两期偶发事件的发生 一些网友看完不思考 不求证 就把事件无限放大 在评论区大秀智商 纯粹输出情绪 过嘴也 资博这做成展现的是什么 是大家久违的真诚与呈现 而他们的管理经验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态度 是值得各地去学习和推广的 资博模式 如果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舆论给否定了 这样伤害的不仅是资博人民的努力 更是自己未来的切身利益 这么简单的道理 有些网友为何就想不明白呢